嫁出去女人泼出去的水 既然结婚了就要以公婆为重 以婆家为重 哪怕我现在离婚了 也不应该在娘家拖累我妈 影响我弟我哥找老婆 自从离婚后这些话一直围绕着我 甚至连我妈我娘家人出去 也被人这样子说 现在孩子会走路了 比较好待了 毕竟我还有哥哥弟弟没结婚 确实考虑的不周到了 所以我决定出去租房子找工作 再难再苦 也就这两年上学了就好了 其实我也没有说要一直待在娘家 这是我现在的情况 如果说我不在娘家 我能去哪里呢 孩子还那么小 不说了 再不出去找房子 就要下暴雨了 有七八年没有出来过了 也没租过房子 搞得我们也不知道哪里有房子租 也不知道哪种房子是出租的 哪种是店铺出租 然后只能靠我姐了 有家不住跑出来租房子干什么 你管别人说什么 像我们这种小镇小县城 找房子真不好找 看我现在都晒了 满头大汗满点油了 宝宝 他脸上 自从学会走了之后 他脸上出了很多伤疤 看看房子怎么样 要多少租金 如果合适的话 就直接在这里住了 也不想带着孩子一直跑 太阳太大了 那个爷爷去拿药室 现在还没有过来 来了 来了就是那个老爷爷来了 我们去看房子 干什么 这个是主卧 但是这里床垫什么的都没有 可能还要自己买 这房子都挺干净 房间也挺 这里有个儿童房上下两层 有客人来了还能坐这里 然后这里是厨房 还有冰箱呢 这里是厨房 厨房看也挺干净的 还挺大的 这里是客厅看得还挺好的 还有电视 这里外面还有个阳台 我看外面它是故意密布了 开始下高雨了 三个房间 物业会 卫生会 再加上房租 总共是1500 本来我想住 一室一厅 一处一味的 但是我姐不放心 我们娘娘 就说她也要跟着 就跟着我来照顾我们 就开始下暴雨又回不去了 你感觉这个房怎么样 可以了 有三个房间 然后又有厨房 有两个卫生间 然后阳台又大的风景 确实我看着也很可以 就挺干净的 也小孩子在那里也挺开心的 但是哎呀 没错 我有没有 我先给你 大家觉得这个房子怎么样 我姐觉得这个小区房比较安全 带孩子什么的比较安全 所以一直让我住小区房 我本来选中了一个居民楼的 才四五百一个月 但是她说不安全 灯光什么都没有 那咱先回家先考虑考虑 也不能这么快就决定了 行啊 那就考虑一下呗 孩子特别喜欢这个房子 特别开心 起来起来 快点起来